大家好 这里是十六根羽毛 我们知道山口茜是世界最强的女单运动员 目前和戴姿颖交替第一 实际上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六 在中国估计连省队都进不去 却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 非常不可思议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山口茜的十大惊人瞬间 看完视频 你真的会被她拼命三郎式的打法震撼到 实在太拼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山口茜及羽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不会错过了 按精彩程度排名 越往后越精彩 尤其是最后和安喜盈 戴姿颖对阵的两局 真的惊掉下巴 第十名 2015年日本公开赛两次逾越 看着两个逾越皆杀 这防守太刚了 第九名 2019年德国公开赛三次逾越就球 第一次逾越 第二次逾越 第三次逾越 是不是超强 第八名 2019年全英赛 丢中新阶铺球 就是这里 丢中新阶对手铺球 还顶回后场 对手大惊失色 回球不到位 山口前果断扣杀 铺球不成反被杀 球对手的心里阴影面积 第七名 2022年是世锦赛 飞身逾越就球 球都飞到这了 能接到吗 答案是逾越的话 还有救 李宇飞 第二个杀球出界 第六名 2016年日本公开赛 接铺球变现 先是多拍 奥远希望逐渐掌握主动 看这里 山口茜被动回往前之后 奥远希望扑球 山口茜不仅接到了扑球 还能变斜线 奥远希望肯定想 怎么杀也杀不死 扑也扑不死 第五名 2022年全英赛 接滚网球勾对脚 反扑 这里 安喜盈的过渡球滚网了 这种滚网球会卡节奏 但山口茜还是撑地后 接到了 回了个勾对脚 安喜盈回戳 山口茜果断抹扑 这打法太凶悍了 安喜盈估计蒙圈了 滚网球都不好使 还反过来扑我 第四名 2022年世锦赛 丢中新拦截推球 山口茜地位放网 陈宇飞推后场 这球居然被拦到了 厉害 接下来 前三名来了 屏住呼吸 第三名 2021年 法国公开赛 超强防守 真的超强 看这里 人在一侧边线 球在另一侧边线 能追到吗 山口茜的答案是可以 来自中场的杀球 能接到吗 仍然可以 被顶头顶后场区 很被动的球 大多数人会选择 反手过渡了 但山口茜依然正手硬上 再次接杀 不仅能接到 还能变斜线 看这里 对手正手去掉球 山口茜接掉钩对角 对手一个交叉不上斜线 够不到 山口茜用实力 诠释了什么是超强防守 拼命救球 太强了 第二名 2022年全英赛 超强救球 第一回合 安喜迎挑后场投顶区 就回 还回了个斜线 第二回合 安喜迎勾往前 就回 回直线往前 第三回合 安喜迎挑正手后场 出界 这球要是界内的话 山口茜还能救 大家看山口茜启动的时候 这球都飞多远了 这么强的救球 这么无敌的防守 安喜迎估计无语了 第一名 2018年 法国公开赛 山口茜对戴姿颖 丢中新街铺球 看这里 山口茜放网 小黛勾对脚 山口茜后 交叉接推球 小黛预判山口茜回挫 准备跑过去铺 小黛飞身扑墨 这种扑球 是很难接的 山口茜直接排拍 向后追球 直接坐在地上 这个球肯定有运气成分 但运气也是基于山口茜奋不顾身追球的前提下 以上就是山口茜十大精彩瞬间 1米56的山口茜 凭借顽强的打法 坚强的意志 证明了矮个子也能打羽毛球 还能打成世界第一 而且每次胜利的时候 山口茜都处置泰然 从来没有欢呼过 异常的淡定 也许 只有他知道 自己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他在就每一个球时的那种拼劲 已经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是体育精神 山口茜 你值得现在的荣誉 你觉得矮个子打羽毛球有优势吗 杀球会比高个子弱吗 身高矮重心低 会不会平抽和接杀球比较强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说过戴姿颖的停顿 假动作 比赛中 小戴多次凭借假动作晃倒对手 就连山口茜 陈雨飞 奥元希望也不能幸免 想看小戴的无敌假动作 是怎么吊打这些世界冠军的 请翻看那期视频 我们还说过戴姿颖对阵陈雨飞 在戴姿颖的假动作面前 连国语第一女单陈雨飞也招架不住 那期说了戴姿颖和陈雨飞的三个精彩对阵 看完你会发现 小戴的假动作太厉害了 奥运冠军陈雨飞被耍得团团转 还有超级夸张的二次假动作 真的太强太强了 而且小戴不止假动作厉害 杀球也很暴力 有期视频 我们说了小戴的暴力杀球 是怎么杀暴陈雨飞的 看完视频 你会发现小戴不仅假动作出色 杀球也同样出色 而且我们会解释 小戴的杀球比普通人厉害在哪里 以上三个视频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再提醒一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戴姿颖 以及雨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雨球的栏目 节目会在每周二 周五晚上八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好了 雨球快乐无限 我们下次再见